Hello,大家好,又來到我NETCHAN談賽馬的時間 上次賽事的心水回顧和備忘馬已經是上一段影片回顧了 這次賽事沒有高出賽要馬,因為10場賽事4場國際賽,只剩6場 不是這樣分析到高出賽要馬,所以暫停一次 大家知道NETCHAN談賽馬的一個免費的賽馬頻道 每次賽事會提供高出賽要馬和2隻NETCHAN馬 給大家參考一下,如果大家想繼續支持這個免費頻道的營運 可以經過我Facebook貼紙,來到Blogspot Blogspot周圍都有些熱面廣告,如果覺得有興趣可以 按進去看看,提到資料,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同樣,這些影片播放之前有時也有些影片廣告 不一定在右下角按Skip Ads或者略過廣告 可以看久一點,如果覺得廣告有興趣的話 可以中間有些頁面廣告或者左邊有些連結 按進去看看,多看一些資料 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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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的免費頻道,繼續營運 明天還是介紹兩個場次 都不是一些特別驚喜的馬 首先,第一個場次介紹第五場 上次國際參賽預賽我也是選擇 這次國際參賽 bob都選擇 上次我用肥仔叮叮叮做膽 今次我用飆之未來做膽 5號,飆之未來 先看看上次片段 首先先说一件事,我们先不要看片段 《标志未来》今季明显有进步 我也说过《威哥》今年有三只马 我印象深刻,一只《标志未来》 一只《超好日志》,一只《金唱60》 可能还有很多 上季以为大家都大熟大勇 今季还有进步 一点都不关小李建伟 但而今季长长跑得好 《标志未来》,越跑越好 其实这场填草一千 十四档是一些不离场地 到尾周俊乐,左手姜城还要脱手 再执起,紧紧拍到第三 这场都是很硬正 基本上长一场都硬正 对上两场都赢了 对上一场赢了 当然跑的形势都是很适合的 都是捕捉偏快 走得顺 跟着好位 不看这场片段才可以想想 潘顿有马选择,肥仔 是《标志未来》 他肯定是《标志未来》 他也解释过 他也解释过 《标志未来》 跑法可以多变少少 因为跟前少少也可以 捕捕捉偏快 他后面少少也可以 肥仔一定要倒得比较后少少 直到冲一段 所以他觉得《标志未来》 《标志未来》的跑法基督 就是马逼的状态等等 马逼在阵上的表现 一定会比我们更多 论计数我当然比潘顿 但其余的事情 要相信潘顿的判断 这场他选择《标志未来》 而不选择肥仔 我当然是跟潘顿 上次我也跟潘顿 选择肥仔 这次我也是跟潘顿 选择《标志未来》 好了 讲完一件事 上次《标志未来》 《标志智能》出集 《标志未来》也是跟得很純 都说上场我跑了200米 我都知道这只腕日腕位置 上次《标志未来》 《标志未来》 帮我赢很多千 如果大家跟了我 我贫到来就知道 这两只马帮我赢多少钱 就上次 好 我就不看了 看直路 大家观察一下 发生了什么事 《标志未来》 肥仔外面铲上来了 接着这只《标志未来》 标志未来涌上来了 其实全程走势 都是相当顺滑 接着很多人都会吹咒福日 《标志未来》 《标志未来》 偏一偏 左移向了一点 接着再冲 你说严谨上有没有影响马的走势呢 是没有的 只是打横了两个身位 看看出帝奇兵 下边 上次我也很详细地分析了 他下边受不了哪 他要打横了两个身位 虚了一点脚情 打横了两个身位 这个有两件事 第一 其实他可能 如果直线跑 可能再赢四分一个马位 在《标志未来》 因为他打横了两个身位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都很重要 就是这只马很大 不是这么怕被马 只要他有少少位 被马撞一撞 有少少意外 其实对这只马的影响不是很大 因为自己本身也是很有吨位 《标志未来》 有吨位 有斗心 有状态 所以你找他做胆 其实是很正常不过的 《标志未来》 第二件事 再看一次这片子 看看是否还在这 不在这 删除了这片 第二件事 肥仔不用看 都是这样跑的 我们看看 速迪奇兵 转回直路 次无次让 大家幻想 我们在这里停一停 幻想 如果速迪奇兵 是只推骑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 没有人知道的 但起码他打了边之后 片来片去 接着没有跑过 如果是只推骑到底 我想 绝对是顶得住了第三 那今次莫维拉 蔡汉吸收了这个教训 他会知道要怎么做 即速迪奇兵 蔡汉你不能今不相信 莫维拉吸收了这场教训 马还有很多东西 随时学完这场之后 他可以继续好蛇龙 不见影也行 但是他可以大幅进步 所以这些配角一定要选 肥仔不需要说 一定要选 所以这两只配角 我已经选了 那《标志未来》 一定是打尾的 当位好 还有一件事我不记得说 报处都很可肯定会快 因为标系 标志系 你有一只标志智能 标志智能也是放的 基本上标志智能 没理由不放的 作为一个标系 马柱我和高东来说 不如标志智能放快些 放得多远就多远 回来 当然要做报处 给标志未来 不可能做报处 给标志未来的 就是标志智能 所以报处方面 也不需要担心 所以标志未来 是做打尾的很稳定 相信呂建威 相信潘顿选择 相信马柱 会确保有报处 没得不选择 所以标志未来 第一只 第一只 速递骑兵 第二只 肥子 那我 都是选择多两只 第一只 选择苗法宁基 第二 日本最锐是这只 短途马 没得选择 是最锐是这只 所以一定要选择 始终未困过 所以一定要选择 显心星不相信赢得 好像上场 其实都打开了个位置 是速递骑兵 外闪 才能给到个位置上来 涌到上来 但是他又是继续抽一档 他继续抽一档 我们要继续尊重 还有舌因 直到骑弓是不硬正 大家明白的 但是他的走位 是很好的 他的走位 很合适 不会洩给利 也很少塞车 不是说没有 很少塞车 所以就跟着 所以选择了几只配脚 复日也不选择 复日很多人吹咒 我发觉是吹咒 觉得 怎样 上场热怨生 上次直路 不断打了一下反手边 推棋也不认真 这些是存在了很多幻想 在复日 复日明天可能是次热门 不是次热门 是第三热门 正常来说 标志未来要大热门 复日很有机会是 拍着标志未来的次热门 但是今季始终未跑过 给你看 高八生这三个字 其实都足以吓死你 因为复日上季 是不是很厉害呢 说实际上季是青黄不折 他是一只较为 鱼小小的马 所以赢马比较多 主席短途长赢 赢什么马 赢标志能衍生 都是这些马 标志能衍生 这场复日是逃適的位置 走二叠 入到直路很纯畅的运动位 是完全顺风顺水 当然标志未来都是顺风顺水 但今次起码标志未来 会有三位 荡位也比他好 今次复日是十一档 即是他赢我没办法 他赢我没办法 但是买就一定不选买 所以我拼他不在这里 所以这场马是马胆 我会选五号标志未来 拖四十倍 二号妙范灵机 六号显身星 接着就是八号飞仔叻叻 以及十一号的速度是奇兵 这是第一场次 第二场次 第二场次是选第十场 大家知道我选哪一套 一途包装长盛 上次被逆史奇巴夹了 踢了下去 潘顿都失了云 马就自己用回来 继续队 跑了第二 紧紧孙 千四真情一定更好 十二档我一向很开心 大林马要剪步要开步 他排一档他都牙出二叠 不如十二档 慢慢埋二叠好过 所以十二档是很好的 我觉得也是分多两分 现在有六倍 不可能 明天没有可能六倍 现在是六倍 我看看现在是下午1.51分 现在是6.1倍 不可能6.1倍 四倍 有四倍 我都觉得有四倍 做马胆就不需要想 你赢不赢一件事 这场马也有很多对手 赢不赢一件事 但我觉得最稳定 最有斗心 最好跑的就是他包装长盛 所以一定找他做马胆 这场我只拖三只背脚 第一只选7号的帕马兰锥 上次是高水晋赛事 动一声 闪得快一场 终于肯改变跑法 一留一留住 有遮挡冲上去 跑第二 跑得很好 高水晋 但今次是十四档 所以很难跑 看田太安是怎样发挥的 但其实可以跟着包装长盛跑 你等包装长盛来 他跟着包装长盛跑 这只马都会发挥到水准 所以一定要拖住 第二只配脚 选10号威之星 阿姆都会选 威之星现在 你看上场赛 说真的 大家记得我中过聪明导弹 我不是刚刚那次 超游子聪明导弹 那条鱼虫彩 我中了防防声 聪明导弹 威之星 前面封火箭 落满冠 去到这一刻 阿姆都会选择 我说是没什么意思 上次是高水晋 但是形势是选择得适 中外档 部速偏快 后上是选择得适 今次形势未必那么有利 他一档要找位 阿娟 但起码先省了脚情 直到找不找位 只有一件事 前段先省了脚情 那就要选择他 第三只配脚 就是不可避免 都很勉强 都要选择14号 算封飞影 上次是输 那难度同作 真情初出插斑 真情初怕谷草 但是都打到2.7倍 什么事 什么事可以打到2.7倍 那当然是蔡可汉 蔡可汉有很多信心 那拼不了也没关系 回来这边跑 始终也是那句 上季是跟加州星陀跑 不简单 不要说加州星陀 初出那场根本是 赢马的姿态是很夸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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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马的姿态是很夸张的 要选择 这些马的姿态是很夸张的 就是你给蔡可汉 都要选择 没办法 所以这场马 马胆 选择1号包装长星 三只配脚 7号拍马难追 10号威之星 和14号的船风飞映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影片和我的分析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赞我和分享我的影片 给朋友看看 可以宣传我的频道 如果大家对我以上的分析 有什么意见 都在下面留言 如果大家想简单支持一下我 都可以在这段YouTube影片 下面留言 留言 留言 我都会相当高兴 啊 不记得说一件重要的事情 NATCHER冷脚 今晚应该会再遇归来 因为今天NATCHER马胆 可以早些比较拍到 我已经选择了一只NATCHER冷脚 其实我选择了一只 我选择了一只 那就可以拍NATCHER冷脚 今晚应该有NATCHER冷脚 大家知道 我已经来到渠道 在发放了临场分析 每场赛事 10分钟前都会说 热而不合马 预期集前落飞马 长情世纪连动态等等 如果大家想收到讯息 可以来到Facebook page NATCHER谈赛马 按自动post 留言 会尽快回到有关 临场分析的讯息 给你们看 看你们最参与的 或者按这个连结 NATCHER谈赛马 继续去看股市 入到股市 你会知道如何联络我 拿到有关临场分析的讯息 那到最后 希望大家来到Youtube频道 NATCHER谈赛马 按Subscribe 或者订阅 免费订阅 还有今天闹钟按全部 今天我做了新片 你也可以通知 或订阅 第一时间知道 多谢大家支持 下集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